3 2 1 請揭牌 2024 利益龍井 山婆姐揭牌成功 好 我們龍井龍位 把這個圍起已經十年的花縣龍井 我們現在轉型在我們龍井的步道 竹根南鳥步道 我們來舉辦綠運生活井 最主要就是我們也透過 學校的一個教育 親子教育 就讓我們洪光更衣大學 設計了一個綠色藝術的一個課程 我們從國小、國中、高中 他們學校編列課程 然後教導學生把龍井的這些物禪 還有地形地貌 還有龍井的四季的風貌 透過藝術創作 把它用在地的元素做成藝術的作品 然後把這些作品就佈置在步道裡面 讓步道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展場 第一個就是讓學生從小培養 對於地方在地的一個認識 然後最低是藝術的涵養液的訓練 再來就是我們步道 很多人在這邊運動、休閒 也導入了一些藝術的元素 然後我們又導入農會的食農教育 還有綠色療育的元素 讓遊客能夠參加DIY的活動 把我們農會農景在地的食材 包括地瓜、西瓜 甚至於我們大杜山的紅土 我們做的紅土蘭 等等這些DIY的活動 讓遊客能夠體驗 真的每年到了年底休耕時期 海鮮地區民眾都會很期待 到底今年農景區農會 又會有什麼令人期待 創新的創舉活動 而在連續十年都舉辦的 花縣農景花海活動 原場地因故受限 所以今年轉型為 更貼近生活型態的方式 在農景區民眾長登山見走的 竹坑南寮登山步道 推出綠運農景生活節活動 在登山步道路口處設置的 裝置藝術天生一對 結合龍景農特產品的西瓜與地瓜 由農會與藝術家林彥良聯名創作 以著名的狗狗Cody和龍景農會 吉祥物爆爆龍為主題進行創作 用裝置藝術來呈現龍景農特產品 而從山下到山上 整個步道也都是策展空間 包括裝置藝術展 三眾音樂會 食農體驗 讓新穎的休閒農業融入生活 讓您來登山步道見走 不僅可以運動健身 也可以很休閒的聆聽歌曲 觀賞步道裝置藝術 更可以體驗生活手作及食農教育 綠運農景 以新型態的農業文化創新 豐富精彩生活方式 Behavior 油版 汽車 動作 增加 大部分 等等 大部分 濃度 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